典型的气候灾难摊在眼前 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天气的剧烈变化 确实造成了人民财产很大的损失 今年夏天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忘记 尼泊的台风横扫 在海峡两岸都造成了灾情 我们的台东到现在还在复苏 而中国大陆的福建 灾情又比台湾严重了好几倍 福建的慈祭之功 持续关怀了好几个月 就要赶在天气真正变冷之前 为受灾民众送上预寒的物品 清晨五点 天还没亮 慈祭之功忙着把日资搬上车 这一路颠簸的目的地 是七月尼泊特封灾四年后的 明清县坂东镇 两百位志工分成四条洞线 为受灾相亲提前送来过冬物资 不光日发我们的坂东 他装他们也有 当然我们坦东在这里 他很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是一家人 你们的那个爱情太大了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幸福 领导物资的乡亲喜悦全写在脸上 因为许多人风灾后一无所有 在天气逐渐转凉的现在 预寒成了最极切的课题 这些东西有没有食用 很食用 现在马上就可以用了 挺冷的 就讲你们刚刚好发了 就那个 现在我女儿 只好先跟我睡 我老公现在不在家 就先给我公公干一下 山区的乡亲怕冷 他说希望被子能够重一些 所以我们考量了以后 就是为他们来提供八斤的乡亲 那你先走了回家吗 志工的贴心不仅如此 在本东中心小学的发放点 这对老夫妇 阿公拄着拐杖 阿嬷又坐在轮椅上 志工不舍 所以亲自将一子送到家中 我要很少喝 我一家压师傅了 你太关心我了 好关心哦 四个点的发放 总共帮助了1835户家庭 志工人力虽然不多 但做得欢喜不含泪 只希望乡亲们脸上的笑容 能像这一天这样 一直站着帮着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